本期节目由Anoza服装特约播出 之前人气小鲜肉许卫洲现身东广出席都市丽人集团品牌日 活动还没开始现场就被许卫洲的粉丝为的水鞋不通 看来咱们周周的人气的确是非常高呢 活动当天许卫洲白衬衫搭配牛仔衣休闲亮相 腼腆的笑容让他看上去更加平易近人哦 许卫洲因为网剧一炮而红 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网剧偶像 而他阳光开朗的帅气形象 更加秒杀了一众九五后的年轻群体 顺理成章担任都市丽人的明星编章 始终呢就是想通过周周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年轻 然后玩了之后又是比较慈善阳光的一个明星 然后结合来做这样一个发布会 许卫洲的超伙人气显而易见 早前的巡回演出不仅场场爆嘛 更加成为首位在韩国举办歌唱的内地歌手 许卫洲除了是一名心机男神 也是一位爱心爆棚的暖男哦 一向喜欢小动物兵热心工艺的周周 计划在即将来临的20号生日会上 举办一个黑熊工艺活动 先手一种本思为那些遭受虐待和折磨的黑熊 送上关爱 实在太暖心了 其实这个中国工艺呢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黑熊人 作为一个艺人的话 既然有这个能力 就有这个责任 就是为公艺 先手自己的一个力量 同样时间吧 我去那个四川的那个黑熊基地 四川 对 就是两个黑熊 两个黑熊基地 保护基地 然后去那之后呢 我就看到了很多黑熊 其实这些黑熊呢 都是从全国各地救助回来的 因为他们就是被这些猎人啊 然后铺马的商人啊 取胆之 所以很多黑熊就是会被关在笼子里面 然后受到了很多 特别的性格猎人的对待 我们需要去保护这些野生风 对 然后如果有爱情的话 也陷上自己的一个力量 对 阿努萨特约新帝冬冠采访不到 我们一起 三二一 跑出更好的自己 2016动力跑 选择你喜爱的队伍动力开跑吧 免费报名 请关注华一卫视 Sunday微信公众号